今天是2024年11月26日 今天在網絡上流傳了這張相片 表示有青田村的街坊拍到 而似是何伯和何太回到青田村青信樓的單位 被Jew在家看著CCTV的時候看到他們 除此之外也有網友拍到他們今天下午的時候 出現在青田村附近 又是光顧那間真仙 然後就滿宰而歸一代二代移到青田村青信樓的家 相信這個說法也是吻合的 因為過往何太第三個頻道 都會慣性早五晚各出一條片 當然了 也會出多條片是宵夜的 坐第一天就出三至四條片 而每晚基本上都會出兩條片 但版主錄這個錄音的時候 就已經是11月26日大概晚上十點多 都還未見何太出夜晚的片 例如晚上煮些什麼食 又煮些什麼暗黑料理 地獄料理給阿可伯 或者什麼高糖生果餐 全部都沒有 所以版主也都大膽估計 他們兩夫妻就真的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就不方便拍片或者直播了 免得被人招人話病 就說他在公屋單位開live 或者在公屋拍片賺錢 不過可法和何太今天回到香港 就不是今天這條影片的重點 重點就是他較早之前的影片 不知道為了讚美自己 還是描述事實呢 就在一個影片那裏 就說自己當年出生的時候 就天公造美 黃恩浩蕩 甚至神聖顯靈 就說他出生的時候 就正值是中國大豐收的一年 所以他自己出生其實就很厲害的 我出生啊 全國都大豐收啊 我還不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他想表達的意思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大家有看版主 就知道版主是一個喜歡尋根究底 實事求事 凡事就講證據的人 到底何太這句說話 隱藏著多少資訊在裏面呢 首先 版主就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大家 這句說話 顯示了何太今年 其實就應該50歲甚至以上的了 第二 何太就滿心歡喜以為 自己真是神仙託世 自己出生那年 旺了整個中國 大豐收啊 但是實際上 他出生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大豐收這回事 實際上何太呢 還可以說是一個陀稅家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何太說了什麼 從而可以推敲何太到底什麼時候出生呢 到底哪一年出生 從而版主可以說他超過50歲呢 而在他出生那一年 實際上 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而令到版主可以說他是陀稅家呢 反正搜集了資料之後 今天又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在看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先留言之前 之後再給個Like Like完之後 如果覺得這條片是OK的 就記得Share給身邊的人看 而未訂閱的就記得訂閱一個 支持一下 希望所有進來看這條片的人 都做足這幾樣東西 麻煩大家 首先版主也是那句的 過往已經講解過 關於何太和何太的事件 版主就不會由頭再講一次 以免大家會覺得版主 拖長些事來講 等波鐘 所以版主會在每條影片的描述 放回以前舊片的連結 大家如果是第一次進來 又覺得版主的分析OK 想聽回以前的 按進去的連結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由頭再按一次 而如果你是想專門聽他們 兩夫妻的事跡 那就可以直接看完整個播放清單 簡單又方便 首先版主做這條影片的時候 已經提及過 何太為了逼何太盡快離婚 於是現在每天都在做地獄料理 痛風料理 高糖份料理 水果餐 那些東西 去到今天就有網民留意到 何太現在鋪著可白的影片出來 就看到可白的臉 青筋又現了形 微絲血管都見了出來 就懷疑可白現在身體 真的有些問題 不過也是那句 版主今天這條影片的目的 就不是再回頭又講那些 痛風餐 地獄料理 高糖餐 水果餐 就不講這些東西 反正是有興趣去研究 何太早幾天的影片 就講到自己很厲害的 觀音護體 菩薩顯靈 差在未講自己是玉皇大帝化身 那為什麼這樣講呢 事關他在這條影片那裡就自述 就想講到自己很厲害 神化自己 於是他就講了一句 就說他當年出生的時候 剛巧那一年 中國就大豐收了 就希望用中國大豐收 就襯托自己出生的時候 腳頭很好啊 有神靈庇佑 總之自己是一個很厲害很厲害的人 又看開版主的頻道就知道了 雖然 何太有時說的大話 就多過真話 甚至難聽些講句 十句裡面九句都是大話來的 但版主就會心想一件事 空無半點墨水的何太 怎會無緣無故說 自己出生的時候會有大豐收 他以前做直播作業的時候 經常都說自己是菩薩護身 觀音護體 那他大可以作 當年在他老母的西走出來的時候 SORRY 是何太喜歡這樣說話 是因為何太本身平時都是這樣說話的 所以 版主就純粹想學一下他說話 代入一下他的心理 就是看他怎樣想 OK的OK的 不好意思 這個台就不應該爛口 那我們先說回 正常來說 如果何太要吹的話 應該會吹自己 菩薩保佑 觀音護體 最多都是說自己出生那一年 可能自己的身 金光閃閃 又或者自己老父老母發大達 再不就是自己農村的那些農地 在那一年收穫豐富 以他的知識和學識 就不會懂得走去說 那年中國大豐收 好厲害 自己好厲害 理論上就不會說這些 所以 版主就認為 這一段說話 就不是作的 是真的發生在何太身上 不過如果真的發生在何太身上的話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因為根據近代中國歷史 1980年 鄧小平要推人改革開放之後 其實中國近十年都沒有對外宣稱 自己國家農業大豐收 所以如果何太說的是真 即是他出生的時候 中國真的對外宣稱大豐收的話 那變相就是說 何太早在1980年之前 就已經出生了 就和他在東張西望 自稱自己四十幾歲那樣東西 就很明顯事實不符 事實不符 對於何太來講 就真的當吃山菜 反正剛才版主都形容過 十句裡面 九句都是謊 而現在大家都覺得 何太這樣的肥絲大隻款 就一點都不像四十二、四十三歲 難聽點說句 你說他像五十歲 多過像四十二、四十三 所以版主基於上述的資料 包括中國的近代歷史 有理由相信 何太早在1980年之前 就已經出生了 但版主多次強調 這個頻道 從來都是講理據的 實事求是 有正有據 不會單憑一句說話 推敲何太到底幾年出生 既然何太宣稱自己出生那一年是大豐收的話 我們就盡管看看中國的文獻 總之版主找了大半天 最後就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找到一篇1973年的舊文章 而文章開頭都說明 陳永貴在隆林部和北京市委舉辦報告會上的報告摘要 那陳永貴是誰呢? 如果大家有讀開中國的近代史外 都會知道陳永貴在1960年初的時候 毛澤東號召全國要做這個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債的時候 陳永貴就進入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層 最後還成為了副國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而陳永貴也都在五十年代 因為帶領農民開肯土地有工 就被陰典成為農業學大債的負責人 而根據他這篇1973年的報告 他就已經在文章中多次提及 1973年就是中國農業大豐收的一年 所以基於上述文章的描述 版主可以大膽推測何太是1973年出生的 如果他真的是1973年出生的 現在就是2024年 其實何太應該是51歲 坦白說大家試試回憶一下何太的樣子 你覺得他像51歲還是44歲 版主又覺得他真的像51歲 而坦白說一件事 如果他今年真的42、43、44歲 那明明版主的實際年齡就比他大 但版主的樣子沒有他那麼老 沒有他那麼肥、沒有他那麼醜 所以版主真的個人覺得 他應該是過50歲的了 就不是42、43、44 這個很坦白的 故事未完 我們說回1973年的大豐收報告 首先大豐收是不是真的大豐收呢 其實就不是的 根據文章的內容 其實就是因為1971年和1972年 中國就經歷了大巷災 所以1971年和1972年 農作物可以是叫協收的 而去到1973年的時候 大巷災就停止了 所以農作物的收成就回復正常 也就是說 1973年雖然陳永貴的報告就說是大豐收 實際上農作物的收成 是跟平時沒有巷災的那些年份 基本上一樣 其實嚴格上來說就稱不上是大豐收的 只不過就是因為1971年和1972年協收了 產量就很低 1973年回復正常 對比早兩年 1973年嚴格上來說 你都可以說是豐收的一年 只不過如果用產量去計算的話 1973年嚴格上來說 就不是豐收 只不過 版主要看完陳永貴這麼多年的報告 就除了1973年的報告之外 其餘年份 陳永貴也不敢在報告上提及 當年是有大豐收、豐收、收獲很好這些字眼 所以版主有大膽可以推測 何太出生是1973年 甚至更早 所以都是那句 何太今年是50歲以上 但是這樣 故事就未完 大家就不要以為 版主真的找到他1973年出生 而那一年大豐收 於是大家就真的會以為何太 說運財童子厲害 出生那年中國大豐收 還要早兩年是罕災協收 你一出生就大豐收 你真的很厲害 沒有 從來都沒有這些事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可能大家就會問 版主你又說你找到一些文章 說陳永貴報告1973年的時候大豐收 為什麼現在又說不是大豐收 又說沒有這些事 版主你又不是騙我們 其實就不是的 版主就要進一步再拆解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特別是1970年至1974年的歷史 給大家知道 根據鳳凰衛視 在2014年1月24號 他們的專欄節目 鳳凰大視裡面 就有一個專題 就叫做 疾風蜜浪 農業婆大債運動此末 苦午 原來這一集裡面 鳳凰衛視就找來 昔日對中國近代史有研究的專家 反覆去研究中國近代史所有的文章 文獻 內容 以及當地到底實際上發生什麼事 最終就得出了一個結果 原來大家剛剛看到陳永貴 1973年那篇文章 嚴格上來說 原來那篇 就不是年度報告 那篇原來是年度預測 但是 整篇文章的內容 topic 甚至至至女行間 就好像說到是年度報告 那樣 我秋天豐收了 好燙喔 但是原來根據學者研究 1973年的春天 全國很多地方都持續乾旱 農業生產的情況 根本就一點都不樂觀 陳永貴於是發動了全民總動員 中小學生停課 男女老少就要走山路 挑水上山入田 當時就稱之為天大汗 人大江 千里百淡一某苗 然後乾旱了四十幾天 中國的部分地方開始下雨 似乎共渡了難關 於是下雨了 陳永貴就認為今年有機會豐收 所以他在之後被農林部和北京市委舉辦的報告會上 對外宣稱73年 就是從來未見過的大汗 未見過的大江 然後他那句未見過的大豐收 原來是預言秋天會有大豐收 就不是已經大豐收了 而他更加就預言 傳言的糧食總產量會超過歷史最高水平 而這句說話就更加用來政治宣傳 傳遍了全國 所以版主可以大膽推敲 何太話聽到他出生那年全國大豐收 就肯定是1973年的這句口號 不過口號還口號 事件就未完 原來去到最後1973年的秋天 由於有長大一個月的陰天和雨天 原來全國多處的糧食都協收 但當時陳永貴身上任 成為了中央政治局的委員 為了抵消這件事件對他的政治生涯影響 於是各級的單位就層層荒布了 根據資料顯示 1973年的實際糧食產量 是大約1.4億斤 但是上部去到中央 就已經去到2.4億斤 比實際的產量多佈了1億斤 再加上由於農業學大債成為了全國的樣板 政治上就不可以減產 所以去到第二年即1974年 只可以按照1973年的帳目做基礎 繼續虛報 這個情況就一直維持到1977年 根據新華社的報道 原來自1973年到1977年這五年期間 陳永貴所在的地方 總共虛報了糧食產量多達2.7億多斤 比這五年的實際糧食產量多佈了20% 所以整件事實際上就是1973年的時候 其實中國基本上都是持續大行 最後是協收 但是何太就自以為是 對一些政治宣傳的語句就信以為真 他就真的以為他出生的那一年 中國就大豐收 誰不知說到最後 其實自己就不是什麼觀音互體 菩薩互生 實際上他就是一個陀帥家 所以板主講過無數多次 何太空無半點物水 一些常識知識都沒有 經常把自己聽過的東西 就當是實際的東西來講 那些什麼馬雲發達後 前台的接待員有百多億身家 幫他公司做清潔的有百多億身家 跟著又說自己開間米線舖 自己一天就可以賺幾百萬回來 那這些很明顯就是 空無半點物水 沒有知識 沒有常識 甚至連一些最基本對數字的基礎都沒有 就更加不會指何太認識中國近代史 所以何太就打算吹噓自己 就說我出生那一年 中國就大豐收 所以自己就很厲害的 觀音互體 浮沙互生 什麼都出齊 殊不知 自己原來講到最後 出生那幾年 中國全國各地都協收 自己其實出生的時候 根本就是一個陀帥家 而也是因為這種事 板主在之前的影片 不斷強尿了很多次 正所謂獻醜就不如藏絕 何太經常聽到一些不知道什麼消息 不知道什麼的資訊 就當是真實這樣說的話 其實就只會更加被人顯得 你是沒有知識 沒有常識 書又沒有讀過 字又不懂多謝 難聽點說 就真的是現代的香港文漫來的 難聽點說句 現在的香港人 最基本都叫做應該有中三學識 除非你小時候不讀書 但板主現在看回何太的知識和常識 就別說中三 分分鐘就真的連小三都沒有 所以板主學一下何太講話 都是這樣說的 何太與其每天在拍片自爆 然後自爆完之後 最後是出醜的話 那倒不如就像他所說 回到他媽媽的什麼什麼洞那裡 相信 網民又喜歡 何太自己又有得著 可以重新再投過胎 網絡上面又乾淨一點 而香港人的話題 又不需要一路都停留在何太之間 難聽點說句 這個真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何太不如認真想想他 那好啦 版主的評論 今天又來到這裡 那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何太突然之間走回香港呢? 大家又覺得因什麼事 他無緣無故要回來香港住呢? 大家又怎樣看 何太吃暗黑料理 吃到臉都開始又不妥呢? 而最後大家又怎樣看 何太應該是1973年出生 就不是1980多年出生 即是今年應該是50歲呢? 大家又怎樣看 他以為自己是混財同志 觀音拓世 出生那年是豐收 誰知道原來去到最後發現 他出生那年根本全國協收 他原來只是陀稅家呢? 不妨留言說下大家的看法吧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最後 如果大家覺得我是說得好的 不妨給個讚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再跟我們下條片 感谢观看